今天很好笑的是 舞蹈老師的那個 羞翁 啪啪 高在我的戒指上 我心想怎麼辦 你知道我的嘴 這樣我在那裡半天也拿不掉 我就剛才把戒指拿開 你知道嗎 這樣發貨戴 然後再拿帽子 對 哦 那你還挺脆的 但我這個討厭是到了 對對對就結束了 那這個該放打臉 對 以前其實會不太 經常會對舞臺經常觸碰啊 或者是經常跟舞臺說話 其實以前會不太理解 因為以前也沒有我自己的這樣一個 算是 主場 但是從第一次 我們在上海沒問的時候 我就已經感覺到 會請勿自盡的 就是就去摸那個舞臺就這樣 心裡說的是半童年 其實說的是999 多好笑嗎 再上戒過一下 然後下面的人在就知道 他位置在中間 他就一直說 我就在那兒 麻煩 結果一下 那反差反而讓我放鬆了 好消息 有網友爆料 周深9.29赫兹 巡迴演唱會 北京站已經審批通過 日期是9月21至22日 連開兩場 有人科普 尿潮演唱會三面台 並沒有傳說中的9萬 甚至10萬的奏位票 最多只有5、6萬 這樣周深的票更難巧了 周深的演唱會 每一場都是限定場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周深的粉絲唱歌有多厲害 就連周深本人都害怕搶飯碗的程度 他們可能想搶我的飯碗 因為我的歌說實話 不太好唱 所以他們唱出來我就 哇 就是很厲害 周深的粉絲 無疑是合唱水平最高的 他們一開口就能接唱 人均賣罵是誰羡慕了我不說 第一首合唱《弱夢》 宿命感直接拉慢 粉絲不僅能夠合唱歌曲《弱夢》 他們的合唱 他們的合唱不僅整齊而且准確 粉絲們這是小宇宙徹底爆發了吧 周深本人更是不用說 他憑藉實力一路過關斬將走到現在 十年前 他只是一個在比賽中被黑幕淘汰的普通選手 然而十年後 他憑藉一首動人的歌曲 站上了聯合國動舞台 讓世界聆聽他的聲音 周深的故事是真正的逆襲 他的音樂之路充滿了荆棘 但他從未放棄 十年的魔力 讓他的音樂才華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又讓他終於迎來了自己的春天 他的歌曲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 所熟知和喜愛 成為了人們口中的經典之作 他的演唱會更是場場爆滿 一票難求 比方說我就很想問周深 诶 先生 那個前幾年有一段時間 接不到工作沒有收入 只能每天在出租屋裡面唱歌練歌 為什麼你的情緒可以那麼穩定 你是怎麼做到的呢 我覺得 這個只是外面的人 就是外面的人看到的吧 但其實心態平和是怎麼不可能做到的 我覺得更多時候去要找一些 事情去維持自己一個比較好的心態 可能會更重要一點點 比如我的話 我就是去錄一些自己喜歡的歌 然後去 把它被人聽到 我覺得就是一個我力所能及 然後又可以讓自己獲得 一個比較平靜心態的一個事情 畢竟我也出道很多年了 我覺得要一味 就是你想要去把握好整個的所有的 聊天環境裡面的所有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是不要過分的為難自己 然後很多時候還是保持自己比較平穩的心態 會更重要一點點 不要每次遇到事情的時候所有的情緒都會過 過大了一個波動啊 什麼之類的 很多時候讓那個情緒安置好之後 等一切風平浪靜 再去慢慢地去看待他 可能會更明白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或者更明白要怎麼去更好的 周深不僅歌唱得好 對粉絲們也很好 6月1日深圳演唱會當天 為了讓每個粉絲都能過兒童節 周深給所有進場的粉絲都準備了禮物 一封手寫信 一張種子砍片 以及兒童節特別的棒棒糖 雖然東西不是很貴重 但絕對誠意滿滿 由於當時的深圳持續性降雨 擔心演唱會中途下雨 周深為演唱會內的4.5萬名觀眾 準備了加厚材質的雨衣 這可比一般演唱會發給觀眾的那種 意義材質的要厚得多了 成本顯然也更高 但就是連那種薄的雨衣 有的演唱會都只給露天那一場的觀眾準備 頭頂有遮挡的看台區是沒有份的 但是周深這場呢 是一個不辣統統有份 而且不用你自己去找人領取 全部都給你在座位上放好了 每個位置上還有一份不掉線的紙巾 方便觀眾使用 除了體貼 他還很有儀式感 明明舞台上有遮挡的地方 但他偏偏站在延伸台 只為頂著風雨來觀看表演的粉絲能看清 當天這是兒童節 周深更是貼心的為每個觀眾 準備了一根棒棒糖 為大家的生活增添了一絲甜蜜 不僅如此 他還為粉絲們準備了一場 儿歌串燒 包括懶精靈 黑貓警長和大風車等 90後的童年回憶 美麗的風景和熟悉的旋律 讓台下的粉絲們彷彿回到了快樂的童年 剩刀鬼 大風車 フゥ 和立定的風景 亂開 XT 現號 還有一群快樂的笑 蛋 滑辣 你們的桂風尼 Path 滑辣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 周深还特别准备了魔术表演 这一系列的细心和用心 让周深的演唱会充满了文心和欢乐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